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8月24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23号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称 美总统拜登要求情报机构提供的新冠病毒起源分析报告 预计将于24日完成 但仍需数天才能够完成可对外公布的非机密版本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 大家都知道溯源需要的是科学 而不是什么情报 由情报机构去搞病毒溯源 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美国的情报机构历来劣迹斑斑 他们搞的所谓溯源报告 更不可能基于事实真相 只不过是一份先有结论 后拼凑证据的栽赃报告 根本不可信 溯源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陷害 溯源为的是维护各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 而不是为了甩锅推则 打压对手 服务异己私利 汪文斌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将抗疫政治化 导致美国成为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让美国民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现在美国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又在溯源问题上动用情报机构搞所谓的调查 破坏国际溯源合作 遭到国际上的普遍质疑和反对 我们奉劝美方 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利益出发 停止政治化的操弄 早日回到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 近日 中国吉林一号卫星拍摄的一组照片被公布 这组照片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 照片显示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德特里克堡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整个基地内部已经被完全重新规划 不仅修建了新设施 还有关键的建筑物被连根拔起 移动到了其他地方 显得十分反常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用了不是一年两年了 最近几年 一直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偏偏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德特里克堡就开始大兴土木 是为了弥补犯下的什么错误 还是说想要销毁什么证据 总之 几乎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大动干戈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有着诸多黑历史 几十年前就开始研发生化武器 甚至直接拿美军做实验 在1955年到1975年期间 就有大约7000美军被迫用自己的身体实验化学武器 具体是什么武器 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是否会有后遗症 是否会影响到后代家人 至今仍然是个谜 连实验者自己都不知道 后来德特里克堡又搞起了控制大脑的实验 这次更狠 直接在基地里抓专家做实验 由于搞出了人命 才不得不去监狱里找囚犯 为了能够达到目的 最后干脆满世界抓人 有美国人 也有外国人 很多都是普通人 就被带进德堡做一些惨无人道的实验 除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实验之外 德特里克堡还有一个主要任务 研究各种细菌病毒 不仅自己研究 还跟美国其他地方的一些实验室有合作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 德堡和冠状病毒之父巴里克的合作 巴里克研究了冠状病毒几十年 能够人工合成冠状病毒 曾成功合成过SARS病毒 合成病毒的专利 被巴里克分享给了德特里克堡 德特里克堡有着各种各样的黑历史 不仅仅是基地里的实验令人作呕 还存在一个关键问题 防护措施形同虚设 因此德特里克堡在历史上 发生多次病毒或细菌泄漏事件 包括前面提到的巴里克 他的实验室也一样 安全隐患非常大 很多人都不按照规定进行操作 很容易就会将病毒或者细菌泄漏出来 为什么德特里克堡在2019年会突然关闭 为什么德宝一关闭 立刻就出现了养老员肺炎 电子烟肺炎等不明原因的肺炎 为什么美国没有研究一下这些不明原因肺炎 是真的没有研究 还是研究之后发现不对 然后就试图糊弄过去 找电子烟背锅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跟新冠疫情有着高度关联 美国自己的表现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 美国对德特里克堡监口不言 嘴上不说 背地里却在大洞干戈 很可能就是在销毁证据 细思极恐的是 这样的工作从去年三月份就开始做了 直到现在仍在进行着 8月24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据美国水星新闻报道 每首例新冠死亡病例 或发生在2020年1月 早于美官方公布的时间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 尽快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赴美开展溯源 给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一个交代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 在8月23日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澎湃新闻记者提问 近日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 和该校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巴里克教授 持续引发媒体关注 特别是巴里克在人工合成冠状病毒方面的高超技术 北卡大学生物实验室糟糕的安全记录 以及巴里克同德特里克堡 非同寻常的合作关系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无视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 关于病毒从实验室泄漏 是极不可能的结论 执意炒作所谓 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论 甚至为此不惜动用情报机构 炮制所谓溯源调查报告 但是抹黑中国洗刷不了美国自己 美方一再声称 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出去的 但事实上 最应当受调查的正是美国自己 首先 美国是重组病毒研究开展的最早 能力最强的国家 也是全球冠状病毒研究的 最大资助者和实施方 据报道 巴里克教授早在1990年 就开始了重组冠状病毒的研究 其团队早就具备 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 及改造能力 巴里克本人曾在去年9月 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称 他可以做到 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事实上 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 及其实验室 就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 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 第二 美国也是生物实验室 安全记录最糟糕的国家 2015年1月到2020年6月 北卡大学 共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 28起 涉及基因工程 微生物的安全事故 其中6起涉及包括SARS MERS 和新冠病毒在内的冠状病毒 且许多病毒经过了基因改造 共8名研究人员可能被感染 除了2020年4月 一名研究人员 因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小鼠咬伤 隔离14天之外 其他所有面临病毒感染风险人员 均正常工作生活 且有关事故报告 还特意删除了基因编辑情况 事故处理过程等关键细节 巴里克和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 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 两家研究机构 也就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和综合研究设施 都有密切合作关系 巴里克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和改造技术 也通过上述合作被广泛运用在德堡 而德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就曾在2019年秋季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 发生过严重安全事故 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美国处心积虑试图证明 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了新冠病毒 但是世卫专家已经两次到访了 武汉病毒研究所 得出病毒自武汉实验室泄露 极不可能的结论 请问 美国什么时候邀请世卫专家 到北卡大学生物实验室 和德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去进行调查呢 我们奉劝美方 不要再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先把自家实验室的情况 调查清楚再说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